看看新闻吧 好来看下一条 都说感情难逃七年之痒 但是呢也有夫妻是破了这个魔咒的 那便是佟大为和关岳 嗯结婚生自以来呢 两个人不仅是非常恩爱 而且每逢过节什么的呢 都可以为彼此创造一些小惊喜 那究竟要如何保持婚姻的新鲜度呢 就要请教一下这两位了 日前佟大为关岳夫妻是合体亮相某时尚活动 现场还时不时的来个十指紧扣什么的 这老夫老妻的甜蜜度真的是赛新婚呢 他来说我当时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我觉得还算挺浪漫的 能够得到关岳的这一句话肯定 佟大为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结婚七年至今 每年的纪念日佟大为都和关岳一起度过 这庆祝方式虽简单 却也不是每对小夫妻都能够做到的 我是每年我们俩的纪念日 我们都会在一起过 家庭幸福 事业也小有成就 如此说来佟大为俨然是人生赢家啊 不过眼看好友邓超转行当导演 处女做分手大师票房尽收六亿 不知道同时合伙人的佟大为 是否也有当导演的计划呢 在时还没有这个计划 娱乐星天地武汉采访报道 下转地元 小冬天地武汉采访报道 下转地元 。 下转地元 下转地元 2